第一步 把这油沙松掉 油沙松掉 然后螺丝留下来之后油沙就出来了 第二步 松电击螺丝两边都要松 松掉之后一个螺丝留下来 千万要记住的是这两个电片要取下来才能拿出来 放在一边这个不能掉 起很大作用的把电机往下扳就出来了 第二步你不是这有三个灯波把灯都留下来 留下来之后放在一边 还有挡泥板两个螺丝有松 把挡泥板卸下来 挡泥板卸下来放在一边 第三步把车子提上来 开始 然后把这上面螺丝两边的都留生 扭出来 千万要记住这个电片怎么拿出来的 后面都要怎么装上去的 电圈拿下来 然后用这个帮手 底下有个卡卡槽把它留生 这样才留得下来的 两边都一样 把它留生之后 扭生之后 这个放下来直接这样扭 它就可以下来了 扭下来之后 把这两个扭下来 放在一边 下面这部分就全部才行完成 然后装前叉 装这个减震 减震系统 一个一个来 装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 这个左右一定要分清楚 扭到一定程 扭到这个程度之后 它这样是已经是有到点头了的 然后你要用这个帮手 卡在这里面 用力 用力 用力拧紧 两边都是一样 都要用力拧紧 都是用力的 用力的 用力卡紧 像这样子 这样子就已经留不松来了 这样子已经是装紧了 然后 这底下已经留紧了 上电圈 这个电圈一定要顺序来 上电圈 上上去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两个罗帽 上进去 上上去之后 用这个19的帮手 用力把他连接 用力把他连接 这里千万一句 一定要连接连接 有不动为止 用力 把 用力连接 两边都是一样的 两边都是一样的 用力把他连接 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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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量 一样的 如果 一样的 他 营